大家好,这是电鱼,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NBA2K17的街头篮球单挑比赛 由我来使用巅峰时期韦德,也就是热火 热火队的韦德,巅峰时期对巅峰哈登 名人堂难度10个球,谁先打到第10个球,谁就能赢 好,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 首先由韦德来吃酒,进攻 好,一个小捞手,得了一分 现在是哈登 三分,没有,抢到篮板,韦德再次组织进攻 好,进来爆扣 漂亮,韦德进来爆扣 将领,将比分领先到,扩大到两分 哎,哈登这一招,哎,哈登已经走步了 好,那么,再还是韦德的球 看韦德怎么打 好,好一记转身 漂亮,又是爆扣 哈登 没有 韦德 进来再爆扣 好,漂亮 居然4比0 韦德 来了一个4比0 好 我靠 哈登终于得分了 还能一起高抛 哇 够扣飞了 哈登比韦德还是要高的 哈登1米96 韦德是1米91 好 韦德 中头又得一分 5比1 哈登好像似乎睡醒了 他已经开始往回得分了 难道哈登要反击了吗 韦德进来 再扣 漂亮 好 哎呀 可惜没有 哈登已经将比分缩小了 5比6 漂亮 好球 韦德已经7 哈登5 这一季转身后仰 没有 韦德再次拿球 看看怎么打 哎呀 可惜 中头没有 哎呀 哈登又进球 哈登现在紧追 比分紧咬 跑 韦德再扣一击 哈登转身 后仰 没有 哎呀 但是还是哈登的球 哎呀 比分 紧咬的 非常紧 犯规 哈登犯规 现在到了关键时刻 千万不能让哈登粉超 漂亮 9 北德再进球就 赢了 这球很关键 哎呀 被哈登盖掉了 很可惜 很可惜 众多没有 哎呀 坏了 被哈登捡到球了 哈登千万不要 反超 好 韦德干的好 可惜哈登还是进了 8比9 韦德 最后这一球一定要 是非常关键 一定要进 不然很危险 好 赢了 赢了 可惜 还 还 是